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的是要鼓励年轻人随时随地学足语 好 很多家庭所关心的大学学策 在今天即发成绩单 有15万名考生里面总共有163名考生 拿到75分的满级分 但是却比去年的288人减少了125人 大考中心认为可能是因为今年首度以99课纲命题 考生比较不熟悉 才造成满级分的考生大幅减少 大学学策成绩出炉 全国15万名考生 共有163名考生拿到75的满级分 一名考生零级分 和去年288人满级分相比 今年减少了125人 大考中心认为首度命题的99课纲 是可能影响的原因 所以在考生的部分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在最顶的或者是前面 可能有若干的落差 虽然强调学策试题稳定度没有问题 但加总5科均标 今年47级分确实比去年的49级分 下降了2级分 当中的关键就是自然和数学比去年稍难 全国的级分都下降大概2级分 那甚至如果估得更大胆冒险一点 可能会下降3级分 今年各科分布的现象 在数学科跟自然科很明显是下降 所以这样会有利于什么样状况呢 就是说如果他数学自然考比较高的人 他去报那个筛选数学自然的效细 他需要相对的总级分可能不高 升学辅导专家建议考生将今年的成绩 加上2到3级分 再比照去年资料评估会比较有把握 至于外界关心的医学系 除了台大医学系第一阶段录取 还是75满级分 其他学校的医学系 74或73级分都有机会 记者林小慧陈昌辉台北报道 大学学策成绩单即发公布之后 有一项发现或许要颠覆连对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了 这是专门招收原住民族的平北高中小清华专班 学策之后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小清华专班原本是国内专门招收原住民族学生 专设的高中实验班 两年多来的课程是结合原住民族部落的文化 全人教育课程的学习 第一届的毕业生在这次的学测过后 17名学生当中有6位达到50级分以上 比率高达35% 这比非原住民学生的12%都还要高 这大大颠覆了原住民族学生 数理科比较弱的刻板印象 大学学策平北高中小清华专班 交出漂亮成绩单 大学学策成绩今天上午出炉 平北高中小清华原住民实验专班 第一届毕业生学策成绩亮眼 其中自然组表现最优 17名学生中有6位达到50级分以上 比例高达35% 优于非原住民学生的12% 颠覆了原住民学生数理较弱的刻板印象 过去我们好像对原住民 会有这样子一个刻板的印象 原住民在数理部分好像是比较弱 其实我们看今年在学策 我们自然组的班级的表现 其实是很突出的 是熊瑞 熊瑞为什么不是一丝一丝的 因为它为了要吸引那个虫 所以它长得很鲜艳 小清华实验专班不但发展 支援原住民文化特色 及生态保育课程 还引进过去在清华学院 实施的住宿教育 原住民学生表示 学策成绩能够高于50级分 那么归功与学校有系统规划 学习进度 还有规律住宿生活也让学习更有效率 教我们怎么准备一些就是我们要预习的范围 然后他帮我们安排 然后让我们更加顺利的就是知道我们哪一天要复习什么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就跟着就是他们安排的那些计划 所以让我有比较 比较充分的时间去准备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考试前应该还是作息吧 作息要正常 就是会规定自己要就是11点一天一定要睡觉 对 然后因为宿舍规定的话就6点就要起来 然后所以作息就变得比较正常 然后就才有体力去就是撑到考试 校方表示原本入学成绩远远落后一般高中生的原住民孩子 经过两年学习除了学业成绩突飞猛进 在他们脸上也看到了自信 记者格瑟平东盐谱采访报道 学策成绩今天出炉也出现了不少少子化的后续影响 这是为了抢优秀的学生 有不少私立大学寄出百万奖学金 例如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也寄出奖学金的公式 至于台中亚洲大学去年就提供250万的奖学金 要吸引满积分的学生来就读 今年更提高到300万 而且还有创业就业方案 喜欢阅读的陈同学是亚洲大学全校排名前10位的读书馆常课 他也是去年度拿到亚洲大学160万奖学金的快资系优秀学生 陈同学的成绩可以上政大资讯等科系 但他选择了亚洲大学 除了因为丰厚的奖学金 事前他也上网查过师资和相关资料 原本那些私校资源和读书风气的问题 进来一年后发现势在人为 你本身要很积极 要去思考你自己要的未来 自己要的生活是什么 所谓的读书风气我后来想 就是说如果自己很主动去读书 甚至去找跟我自同道合的同学 或是跟我比较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读书 一起来度过其中考其末考 私校向优秀学生招手 亚大去年寄出250万高额奖金 但是没能吸引到可以上台新交 满级分的学生 今年在加码300万 要吸引74级分以上的学生 还提供学生未来创业基金 和出国研修奖学金 就是要让优秀学生来就读 这些学生第一个他们相信力很强 第二个就是学习的空气 读书的空气 然后加码到300万我想只要是 在提供更高的激励 除了办学计划 更高的奖金 能够学生能够安心在学校来念书 大学学测成绩20号公布 3月进行繁星推荐和个人申请 公司立大学用银弹公式抢学生 大学大学第一志愿录取学测75级分 可以获得最高220万奖学金 至于国立清华大学工程科学系 提供学测72级分以上学生 4年最高20万的奖助金 成功大学祭出4年最高40万奖学金 政治大学针对满级分学生 祭出6学期最高30万奖学金 重金公式成效如何 不久就能见真章 记者文庄来世杰台中报道 一位澳洲原住民级的女性艺术家的 创作事业达到巅峰 一幅画作可以卖到150万的台币 不过最近他却发现 他的作品竟然遭到东欧一位设计师 票窃 而且作为室内设计的主要素材 这位澳洲原住民族的艺术家 就相当愤怒 生气也很难过 认为为什么挑上原住民族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事先知会 任意使用呢 这位原住民级的艺术家不服 寻求法律途径 想要讨回公道 Bibi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 她的艺术创作至少都要5万奥币 也就是大约要150万台币才买得起 但是当她发现 她的作品竟然被一家波兰的室内设计师盗用 她非常讶异 这间卧房是波兰首府华沙室内 一家饭店的客房 这是一家高档的饭店 有一位波兰籍的室内设计师所设计的 and so I went into the Eclipse Hotel and saw the foyer and various rooms and I was just absolutely shocked shocked was just amazed at first I thought it looked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interior but then when you realise the what she'd done and how she interpreted my work that's when the reality and the emotions kind of hit me 这位艺术家写了电子邮件 给设计师 也写给这家饭店 但是一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得到任何 令她满意的回应 一位原住民族 艺术法规专家表示 这一位艺术家 可能无法得到 她所想要的回应 这一系列称为沙漠花朵的创作 就是被波兰的饭店 所冒用的作品 但其实这一系列创作 对这位艺术家的人生 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位艺术家认为 目前正值她创作生涯的高峰 艺术家表示 她会继续创作 但是她也会继续追讨 讨回属于她的公道 她要求这家饭店 跟设计师明确地表明 饭店的设计 就是澳洲原住民族设计师 所做的 原住民族的艺术家 辛苦地创作 艺术品却遭到票窃 目前正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而在台湾的原住民族人 遇到的是另外一种困境 例如台东长冰箱公所 不断地教导男主服部落 阿弥斯班萨的妇女 学习手工艺 妇女们学会了这些技艺 而且还投入资金 自购器材 制作生产精致的手工艺品 心中拥有的是创业的梦想 但是却遇上了许多 原住民族地区工艺创作者 经常遇见的老问题 就是会创作与制造 但是不知道如何行销 眼前所看到的这些皮雕 月桃叶编织 还有阿弥斯族情人带 这些都是出自 长冰箱南竹湖部落家政班员 投入学习几个月后 纯手工制作的成品 它的细工都做得很不错 比外面卖的都还不错 家政班每个月都不定期开课 学习各项记忆课程 现在他们好不容易有了成果 却苦无行销管道 而长冰箱所打算 整合家政班成立工作坊 帮助这些手工艺品行销 成立工作坊虽然是其中一项选择 但是如何扩大其他行销管道 公所下一步希望培育各部落人士 协助部落行销手工艺品 还有农特产品 才不会浪费这些好手艺 记者法务台东长冰采访报道 乌农的观众朋友特别关心的 就是政府到底会不会开放 中国农产品进口台湾 农委会方面到目前为止一直表示 还在谈判当中 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今天明确表态了 陈宝基表示 台湾要推动自由贸易示范区 所以他非常赞成 可以进口国外的农产品 来到台湾加工 然后再把加工品销到国际 农委会主委的立场是如此 台湾农村阵线联盟就强烈的批判 认为陈宝基主委的思维 是把农产品载化成加工品 彻底的抹杀农业的价值 会把台湾的农业带入绝境 传出政府要推动自由贸易示范区 进口中国低价农产品来加工 引发民间质疑 政府是打算要消灭台湾农业吗 不过农委会似乎没有放弃加工路线 今天主委陈宝基重申 台湾应该发展有特色的农产品 并进口国外原料来加工 它以红豆为例 目前国内就有一半用量 是进口的 只要能把加工品推向国际 不必太在意原料来源 我的希望是能够把农产品 我们有特色的农产品 变成是全世界食品加工的主要原料 哪一个ICT产业的原料是台湾的 没有啊 台湾农村政线批评 这样做会把台湾农业带入绝境 发言人蔡培惠指出 今天大家喝法国葡萄酒 会希望喝到的酒 是用美国加州的葡萄酿成的吗 主委陈宝基的这种想法 是把农业当成农企业在经营 把农产品窄化成加工品 抹杀农业多元价值 农村阵线强调 主委陈宝基一方面要推动活化 修耕地在地生产 另一方面又说要鼓励进口农产品 做法十分矛盾 另外中研院上午也发布 农业政策与科技研究建议书 指出台湾粮食自给率过低 建议农委会应该积极提高杂粮生产 甚至开放台塘土地跟国有地 让青年回向更重 记者 邻居们吴家宝台北报道 行政院委员会推出了一项圆梦计划 只要您具有原住民族身份 不限您的学历 想要出国圆梦的话 就可以来申请 补助期限最长六个月 补助总金额最高清台币30万 早期想到出国补助游学 都是要大学生 甚至是硕士博士生 但是行政院委员会 新推出圆梦计划 打破过去 只有补助高学历者出国深造 现在只要是原住民族人 想要出国追梦的提出计划 就可以补助新台币30万元 非出国圆梦 不限年龄不限学历都可以出国 行政院委员会表示 鼓励族人提出计划 补助期限最长以六个月为限 补助金额最高清台币30万元 不是来游玩 也不是拿了这个资源之后 毫无目的地出国 那我们是很希望是有一个规划 有一个规划 鼓励族人到国外 去做一个短期的研习进修 那我们也希望是增进 它的那个国际视野 虽然条件不算严格 目的是希望族人 能够是以学习的心态报名参加 这项计划也将从三月份开始起跑 接下来的算塞 台北市采访报道 面对这样的圆梦计划 尤其也鼓励中老年人跟妇女出国 不知道观众朋友 您有何想法 听听看在今天受访的原住民族人的反应 美妙的合唱灵魂人物是前面这位指挥 指挥卢凯族的赖以恒 从小就对音乐很有兴趣 上了高中接触声乐 以及指挥之后 最大的梦想就是出国深造 对我们来说 其实金钱都是最大一部分问题 然后看到这个消息 让我还蛮想赶快出国 赖以恒目前还在就读大学 没有家庭的负担 得知这项消息决定要写企划书 准备报名参加 而这项补助计划 原民会主要是强打 要让其老妇女们可以出国研习 不过这项美意对其老而言 就连打开电脑报名打字写计划都已经显得很困难 一番的美意想让原住民族人出国增加国际视野 但是族人说困难重重 不过行政与愚民会表示 写企划可以委由家中孩子或是社区协计会来帮忙 至于无法离开家中这么长久 其实出国时间的长短是可以调整与安排 这家人算赛新北市戏指采访报道 鼠立台东医院加入新北市鼠立双核医院的神经外科跟神经内科的医师 而且现在还设置了神经复健医学中心 台东地区有以医疗资源缺乏 许多重症病人都必须花两到三个小时转送花蕾或高雄 根据资料统计 鼠立台东医院每年约有50到60位头部外伤病人 需要转眼救治 但因路途遥远 其中有不少人在途中不治 这种情形将会获得改善 长达170公里的海岸线 架上离岛的蓝鱼以及绿岛 每一次发生神经急重症以及头部外伤的个案诊治 因为台东医疗资源的缺乏都要转眼到高雄 甚至花莲造成病患生命陷入交关 加上原向地区族人罹患中风的激励高 专门医师的进驻影响很大 神经内科生跟神经外科的病人 其实他们最大需要的就是赶快确立诊断 因为台东的医疗偏远 就是比较能力比较没有那么的充足的情况下 往往一般乡民就是要需要转送到外线市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点 其实我们真的很为台东乡民真的觉得很心痛 这个脑部受伤的或是脑中风的比例是上还蛮高的 对 那尤其 那饮食有关吗 当然是饮食有关 因为靠海的原则上他们饮食习惯都是重口味的 这次鼠立台东医院获得新北市 鼠立双核医院的神经外科及神经内科医师加入 一周开设五个诊治 每日24小时值班 负责神经急重症以及头部外伤个案诊治 由三位神经内外科医师负责 不过曾经在高雄常见医院服务 多次受离东部转诊病人的医师罗伟伦就认为 遇到重大的炉内伤患 能可能要转送 如果有更复杂的像是炉内的肿瘤 或是有一些很特别的疾病的话 那这边可能就是会不一定能做得到 会视情况去安排他们应该要去的地方 鼠立台东医院积极向中央 争取医师进驻台东 尤其最缺乏的神经内外科医师 有助于台东地区民众免移 紧急救治门医师设备的窘境 鼠立台东医院表示 投入其重症以及头部外伤的诊治 不适合令马街台东分院 以及台东基督教医院竞争 而是彼此相互资源 照顾弱势 服务偏向 不再是口号 记者搞得非案 台东采访报道 健保局规定 每一名病患一年只能打六次 正波碎石 不过健保局最近调查发现 有肾结石的患者 一年打了36次 健保局正在清查医疗院所 是不是有虚报费用 而医师也提出警告 正波碎石打太多 肾脏恐怕会血肿出血 而且还有致命的危险 如果常常腰痛 还合并解尿困难 很可能是肾结石 不过健保局最近调查发现 有位肾结石病人 一年竟然打了36次 正波碎石治疗 平均不到两周就打一次 因此怀疑 是不是医疗院所 把病患当另类摇钱术 向健保局申请给付 我们就会定期去分析 这些异常的治疗 然后我们希望说 针对这个异常资料 要回头去追查 甚至可能要去看医院 有没有虚伏报的问题 健保局表示 依照规定每名病患 一年只能打6次的正波碎石 如果是自费 每次花费大约4、5万元 但健保给付的话 病患只需要负担挂号费 其他则是由健保局 给医疗运所 民国100年 共有7万1千多人 接受碎石治疗 一年总费用高达28亿元 不过医师也提出警告 正波碎石打太多 肾脏会血肿出血 甚至有致命危险 肾脏本身组织 比较脆的状况 是有可能产生血肿 那当然说反复时打的话 它的几率每次都会有 那相对的机会 就会越来越大 医师说 其实0.5公分以下的肾结石 只要多喝水 就能排出体外 不见得需要打正波碎石 而健保局也强调 近日内会调阅相关病例 进行清查 若有虚报费用 不排除害违规医疗院所停约 或追回相关费用 记者来顺序几封台报导 纽西兰的毛利族人 有一户氏族纪念碑 遗漏其中一家的家族民 引起家族之间的冲突 重新补漏之后 三个家族重新再和解 绕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原视晚间新闻 镜头要带您来到中美洲国家墨西哥 墨西哥的中部爆发H7N3禽流感疫情 目前已经蔓延12座农场 上百万只的火鸡面临扑杀的命运 受到这一波疫情的影响 墨西哥国内的鸡蛋跟鸡肉的价格 已经蠢蠢欲动 部分地区已经有上涨的趋势 在还没受到波及的养鸡场 工作人员戴着口罩进行消毒工作 墨西哥中部瓜纳华陀州 一星期前爆发H7N3禽流感疫情 疫情从一开始的五家农场 蔓延到现在已经有12家 上百万的火鸡受到波及 陆续遭到扑杀的火鸡超过72万只 为了防堵疫情持续延烧 当局出了隔离疫区 也加强其他州的防疫工作 增加诊断次数 以及帮机制注射疫苗 墨西哥当局也特别强调 目前在疫区传播的病毒株 不会对人类产生影响 由于墨西哥最大的家禽产品供应商 也受到这波疫情的影响 引发民众关切 在预期可能会缺货的心理下 多个州的鸡肉跟鸡蛋 出现小涨五六块批锁的情况 但州政府跟供应商都强调 生病的活鸡只占极小的比例 民众不需要过度恐慌 以人口比例来算 墨西哥是全球最大鸡蛋消费国 去年西部地区也爆发起流感疫情 当时有2200万只蛋机遭到扑杀 还因此引发缺蛋危机 记者陈秋梅报道 消机会在去年动员 志工每个月前往超市的卖场调查物价 结果统计一整年过后 发现食用油 酱油跟婴幼儿成长奶粉 下半年平均价格都比上半年还要高 其中甚至有食用油涨了超过两成 消机会也抨击 政府实施关税减半 但是却让业者越卖越贵 出入卖场采买 很多民众都有感觉东西是越来越贵了 油啦 差很多吗 没有 小涨啊 可是你就是有感觉跟以前不一样 到底差了多少 消机会动员志工每个月调查 发现去年下半年涨价最多的是食用油 贵了3% 其次是酱油调涨1% 连进口关税已经调降的婴幼儿奶粉 也涨0.3% 政府虽然降关税 但是实际上关税它怎么样去制定 它要计算关税的那个价格 它是一个黑盒子 其中涨价最多的是泰山健康油 1.5公升每瓶贵了26块 等于涨22% 酱油是统一四季 调涨16%最多 奶粉则是未全的S3 涨了4% 不过针对消机会的调查 厂商也有话要说 在每个不同的时间点 地节有可能会做到促销价 所以它有可能是对到促销上面的 原价格跟原价去做一个比较 但消机会也发现 一模一样的产品 同一家卖场在不同分裂 也有不同的售价 而综合跟前一年来比 连牙膏鸡蛋都涨了7% 米贵了3% 食用油沐浴乳籍面包吐司 则小幅调涨1% 记者林中午郭俊玲台北报道 国内油价连四涨造成敏运 现在国际原油价格一桶110块美金左右 并没有达到历史新高 但是国内的油价却已经屡创新高 政界期间国内油价连四涨 朝野立委都痛批 朝野立委其身痛批 质疑中油采购原油主力 是从西非进口 并非全部以布兰特跟杜拜为主 但中油却以杜拜和油价比较高的布兰特原油 为计价的标准 明显的不公平 立委认为中油油价公式过于保护中油 而且原油采购契约价不透明 要求中油要公开接受外界的检验 避免油价遭外界诟病 今天不预计要重新调整浮动油价机具 最快上半年就要定案 新内格上人之后 新军委业会主委孙大川留任 今天孙大川前往国民党中常会列席报告 报告的题目叫做 我国原住民族政策的现况与挑战 在这个现场 孙大川再次批评民进党时期 提出的原住民族自治区法草案 是一个高度理想性 而且难以落实的版本 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 提出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的版本 强调空间合一的版本 孙大川表示才是实质可行的版本 这是新内格上任之后 行政人民会延续马政府 一贯面对原住民族自治的基本立场 总罗马英九在今天听完 孙大川的简报过后表示 已经责成行政院长将一化进一步 跟行政人民会主委孙大川讨论 可能突破困境的方法 国民党中常会邀请行政人民会主委孙大川 列席报告我国原住民族政策的现况与挑战 孙大川认为民进党执政时期掌握族群 议题以及环境的议题远远超过国民党 而马政府执政近期无论在考试院 司法院对原住民族群都有重大的改革 包括对于原住民特考的支持 以及原住民族专庭的设立 唯有行政院在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以及涂海法的推动迟迟无法有进展 不过孙大川强调行政院所提出的 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是务实可行的 民进党所提出的这个方案 是一个把联合国的很多很多 关于原住民的一些非常高度理想性的概念 带进来就硬生生的去做这个草案 总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里面 它是不务实的 我们必须承认原住民的这个主体性的同时 也要了解台湾的政治现实 还有台湾的历史现实 那显然我们需要找别的思考的这个方向 所以现在在行政院里边 我们也正在调整 看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啊 做好的厘清分阶段 去把它加以处理 由于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目前还在行政院审查当中 也在立法院内有许多细节 各部会仍然无法达成公式 孙大川者认为细节不重要 自治最大的困难点 也在与地方制度以及政府体制之间的分配 以及原住民族自治区的划分是否妥当 加上14个族群之间的文化 该如何取得平等等问题 都是必须要务实且有阶段 来找出解决的方法 在土壁这条路上 最后的两道命题 它牵扯的非常非常的大 我其实推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而且非常的辛苦 我们原住民有14个族群 好像要弄14个自治政府 然后现在原住民还在继续分裂 就是卡拉卡拉夫 小洛 还要继续下去 将来会不会造成太多的行政层级 然后中央地方跟这些权者混乱的 我非常同意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 我们应该找出一个方法来去解决 总统马英九则认为 过去几十年当中 对于原住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跟教育权益的保障 的确有相当大的琢磨 已表示原住民族自治法的问题 牵扯广泛不容易有突破 现在进入到一个 有关这个土地跟自治的问题 也确实是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特别跟这个江院长通了电话 我今天中午又跟他谈了一下 他也告诉我说 很快的会跟孙子我见面 来针对您刚刚提出来的问题 看能不能够从一个更宏观 更高的一个角度 来看看能够有所突破 总统马英九参选上任后 提出事办原住民族自治的政见 依照空间合一 全则分工事务合作为基础 重新拟定自治法草案 不过全台30个原住民山地乡 与25个平地乡 目前有关土地与自治 依旧是个难题 总统也透露 也与新任的行政院长江颖化联系 江颖化也将与孙大川见面 研究是否与更宏观的角度来处理 希望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记者 这次党内服马耀台北市采访报道 事办原住民族自治是总统马英九在五年多前竞选第一任总统的时候的选前的承诺 不过现在总统马英九的任期已经进入第二任第一任的选前承诺依然没有实践 因为由国民党提出的原住民族自治法版本多次遭到在野阵营杯葛认为是一个根本没有划出具体自治区没有土地的范围没有裁员没有中央统筹分配款的空壳子的自治蓝图导致自治法草案到现在还无法在立法院三读立法自然也无法成立自治区 今天国民党方面再度表明一直以来遭到杯葛的政院版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依然还是真正可行的版本 而且批评民进党时期的原住民族自治蓝图根本就不可行 在野阵营在今天纷纷表达不认同 强调如果行政院还是即将提出就有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的版本绝对会杯葛到底 针对台湾原住民族政策的现况与挑战中依旧支持行政院所提出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版本 认为民进党所提出的版本过于理想化 不过民进党原住民族事务部主任认为国民党在马政府的执政之下 未能顺利掩拟出一个机制 是国民党内本身就有许多意见草案版本不是问题 重点在于执政者是否能克服所有的困难执行 很多的同胞 特别是在国民党之间的乡镇 那回去问这些基本 最单位 最基本的这些民族代表 他们对于这个自治也不全然知道 那何况他在推说国民党的版本 政党本来就要推既有前进理想的政策 那关系到我们族人的这种生存跟勇气发展 这不是能不能推动的问题而已 而是说执政者能不能克服所有的困难 另外立委高金苏美也表示 先前曾经与前行政院长陈冲讨论原住民族自治法的概念 前行政院长陈冲并无反对之意 立委也认为行政院如果在新的会期中 依旧拿出旧的版本绝对会反对到底 认为行政院所提出的版本没有自治权 财政权与土地权 那对会期我们一定会努力 不过呢 如果说行政院送出来的版本 还是他们上一次的版本 很显然我在里反应我也不可能会接受的 因为以前行政院推出来的版本 就是完全是虚拟的自治嘛 没有自治权 没有所谓的财政权 没有所谓的土地 我觉得如果孙主委现在还是要执币 以前行政院的版本的话 我觉得孙主委他这样子的一个坚持 其实是不妥的 立委高坚苏美也会在新的会期总质询中 提出自治的看法 也会在与新任的隔魁江仪华进行讨论 希望能够在新的会期能够有新的突破 记者Denivu Maia 台北市采访报道 新主委员长江仪华在19号的时候表示 他愿意拜会在野党的领袖 强调要以理性沟通 找出朝野对争议法案的共识 今天上午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就致电江仪华 建议江仪华说应该要依照宪政体制 如果按照宪政体制 既然行政院是必须对立法院负责的 那么苏贞昌就建议江仪华 应该要先拜会立法院的立院党团 目前所谓在野党不只有民进党 其实还有亲民党跟台联党 不过亲民党跟台联党在今天却只是回应表示 江仪华要沟通就要准备好方案 跟立法院要审查法案第一线的党团立委 真正进行实质的沟通 如果只是礼貌性的拜会的话 那就大可不必 行政院长江仪华上任第二天 就刨除愿意拜会在野党领袖 用理性沟通求推动政策顺利 幕僚更早就展开和各在野党的联系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20号上午主动致电江仪华 行政院表示江苏两人热线15分钟 江仪华能感受苏贞昌的善意 苏贞昌则是建议按国家体制 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 江仪华应该先拜会立法院党团 行政院是对立法院负责 他应该去跟立法院多沟通 尤其是立法院民进党团 今天我们也可以开始积极的 就与朝野党团来联系 跟立法院来积极的跟各党团 进行相关的一个沟通协调的工作 苏贞昌说江苏会不急于一时 立法院新会期刚开始 带江仪华忙完总质询 如果还有需要 日后愿意以前院长的身份 和江仪华交换意见 亲民党和台联也都认为 沟通的重点在法案内容 党团立委就是第一线的角色 如果只是礼貌性的败会 毫无意义 先要有这个在党团这个层级 就是先进行一些沟通 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以后 举办国事会议 我们希望说见面的时候 不浪费彼此的时间 这些东西它最好就带着 这个让我们觉得说 有进步的方案进来 那么我们相信这样的会面 才会有成果 行政院强调江仪华提出 拜会在野党领袖是为了理性沟通 未来会继续安排请议 也着手准备拜会立法院各党团 达到实质的沟通才是重点 介绍张龙翔 台北报道 台北市劳动局抽查连锁餐饮 业者发现劳工工作安全环境 超过八成都不合格 危险的环境很可能造成 劳工烧烫伤 手被卷入绞肉机器 甚至引发餐厅火灾 危及顾客的安全 员工躺在单架上 整只手被包着送进医院 这是四年前知名连锁餐厅 员工手被绞进绞肉机的事件 但这样的状况多年来还是没改善 台北市劳动局检查发现 许多餐饮业者的切肉绞肉机 还是像这样 没使用时不收好 可能割伤员工 甚至连瓦斯桶都成了不定时炸弹 有一件是瓦斯桶瓶 在换装的时候还在吸烟 造成这个火柴 这很不可思议 餐厅烧烤店气爆意外 实有所闻 餐饮业劳安不合格 不只是影响工作的劳工 也可能危及顾客 去年一整年 劳动局一共抽查了72家连锁业者 发现就有高达86.7%不合格 如果他还没有改善 我们就依法处分 那劳安法的罚还 最低罚是新台币3万元以上 这个最高是15万元 而统计餐饮业劳工的职灾 去年最多的就是被烫伤 其次是夹伤 卷伤及割伤 甚至引发火灾都发生过 劳动局表示 有缺失的业者 包括知名的素食业 到咖啡店及连锁餐厅 依法不能公布业者的名单 但绝对会罚到他们改善 记者林中午郭俊玲台北报导 在26年前 在纽西兰北岛的Takou河边 设立了一座纪念碑 这是为了纪念 Mata Atwa氏族的平板洲登陆 不过Mata Atwa氏族发展出三个家族 当年这一面纪念碑 当年这一面纪念碑却只放了Toroa家族跟Buhi家族的家族民 忘了放Muriwai家族的家族民 结果引起家族之间26年来的冲突跟不谅解 三个家族决定重新和解 补上了20几年前漏掉的家族民 而且举行庄严的和解仪式 这个仪式是要纪念Mata Atwa氏族的纪念碑 当年祖先的平板洲在岸边登陆 26年前树立纪念碑 举行仪式的地点就在纽西兰北岛的Takou河边 希望可以平息Toroa家族跟Buhi家族的纷争 让两家族和平共处 其实Mata Atwa氏族发展出三个家族 不过却没有想到 当1986年纪念碑树立的时候 这面纪念碑竟然只放了Toroa家族 跟Buhi家族的家族民 忘了放上Muriwai家族的姓名 引起家族之间的冲突与不谅解 Muriwai家族的后代就曾经表示过 家族民没有被列入纪念碑是个错误 在上个月终于修正补上了家族民 这一天对这个氏族的后代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许多人常读跋涉来到这里 就只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记者Glasikalo整理报道 这是有关纽西兰毛利族人的动态 继续进入回到台湾 在赛德克族地区南投赛德克语言文化发展协会 现在也赶上潮流 陆续想要透过平板电脑跟手机 鼓励年轻人学赛德克语 用手指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滑来滑去 不久的将来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族语 相较于一般的族语教材 从早期的纸本到目前有些采用电脑网站的模式 以供学生或族人来学习族语 不过这些通常都必须受到场地及环境的限制 南投的赛德克族语言 既文化永续发展协会 为了要迎接科技的潮流 最近正在陆续架构平板及手机族语学习环境 除了希望引发族人学习族语的兴趣之外 希望透过这样的趋势 来让族语的学习环境更加多元 并且也让族语的附阵触角更为广泛 用网路去创造一个学习的环境 对于原住民来讲 会是一个很好的接触平台 而且他们也可以就是利用网路的互动特性 然后去交换他们学习的意见 我们希望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模式 我想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网站的内容初期会有真人发音的单字 以及例句文法的练习 也有生动活泼的动画测验 以供学习者简单的自我进行评量 日后也会到部落里录制各种情境剧 来增加网站的内容 未来我们会到部落去录制情境剧 然后让使用者可以就是透过行动剧 就是影音的行动剧 去了解比较正确的文法使用方式 还有就是比较生活化的用法 借着科技用平板电脑 那有智慧手机在哪一个角落 想要学习都能够学习的状态之下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支持点 一直都堆积在家里 那我想如果我们用科技数位之变 然后能够达到每一个角落 我想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了 目前协会陆续充实足语学习功能 预计三月份起上线 到时候对于想学习赛德克足语的族人来说 不管是在都会区还是在原乡 学习足语的方式有多了新的选择 记者No南投县普里采访报导 好 又到了上海气象时间 在今天气象将军与将军 有不同的造型 要跟观众朋友见面 将军请说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清晨比较冷 最低温度是在淡水地区11.9度 阳明山只有8.5度 中部的阿里山只有6.8度 这波冷气团它的强度已经开始减弱 明天的气温会回升 但是幅度并不很大 至于下雨的情况到底如何 我们首先一起来看卫星云土 从云土可以显示 其实影响台湾的封面云带已经远离 但是为什么会下雨呢 主要是东北风以及南来云带的影响 所以今天北部东北部仍然下了短暂雨量 比较大的地方还是东北角最多的雨量 到目前为止也就是30毫米 明天这些地方还是会下雨 但是中部南部天气就没有这么晴朗了 云量比较多一点 主要的云带来自于南海的低压环流 未来这个南海低压环流慢慢的向北移动 所以在南部地区也会受到它的影响 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礼拜五又有一个封面云带的 在这个地方预计在礼拜五又会南下 影响到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这时候礼拜六气温又会下降 明天温度虽然会回升一点 但是幅度不大 各地方的天气是一个缓和期 但是云量都多 但是东半部地区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雨 接着就看今晚到明天 各地方的山海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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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海上的天气变化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第一面天气图 原来的高压已经出海 慢慢的变性 所以由原来的东北风 会慢慢转成东向的风 但是东北风仍然比较强 海面上的情况包括北部海面 台湾海峡北部最大的阵风可以达到八级 浪高可以达到三公尺 其他近海地区可以达到两公尺 所以在海上作业船子要特别注意安全 接着向南看 如果你到远洋去作业的话 要特别注意 南海地区有个热带低压 正在酝酿发展 不仅仅雨强 风也大 所以在南海地区作业的船子的话 也要特别小心 接着就看今晚到明天 各地方的台湾近海渔越旗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各地云量都多 北部东半部地区都有 零星短暂与出门期的携带雨具 明天虽然温度会回升 但是回升的幅度不大 早晚仍然比较偏凉 尤其东北部最低温度 预计是在14到15度之间 山区比较冷 阿里山的最低温度 还是可以达到7度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 各地方的天气预报 现在把镜头交换给Gulas 好的 非常谢谢将军 在今天来到上海气象 也感谢观众朋友 您在今天的收看 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 要提供给原市 或是您对刚刚看到的新闻内容 有任何的建议 都欢迎拨打原市的客户专线 0800-211-000 我是阿美族的Gulas 祝您今天晚上一夜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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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